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4、1984五行鼠海中金 乌上之鼠 甲子年出生的人 学业上不会有多大的成就 做事往往会有始无终 男人七大 女人夫长 女人十分伶俐聪明 乃是贤能之命 丙子年生1936、1996五行鼠见下水 田内之鼠 丙子年出生的人 胆量较大 有权柄和谋略 早年平平 中年成就顽景大好 女人大多有饶舌蓄锅之命 一定要控制言行 因为言多必失 应安分守己才可 物子年生1948 二零零八五行鼠劈雷火 苍内之鼠 为人计算聪明 精通文武 早生儿女客 持生宝平安 夫妻和顺 有财博之命 万年大兴望向 女人贤良 具发达之命 庚子年生1960 二零二零五行鼠必上土 梁上之鼠 为人尊重安稳 一生一路无亏 持家有权柄 遇事逢兄化吉 有贵人提拔 女人具兴旺相家之命 人子年生1972 五行鼠桑松木 山上之鼠 为人幼年有灾 中年已是租用 难招好妻 身闲辛苦 多喜多忧 兄弟少利 六亲冷淡 凡事自作自为 女具贤能之命 牛 以丑年生1925-1985 五行鼠海中金 海内之牛 以丑年出生的人 非常得慷慨大方 喜爱春风 见世则多学少成 幼灾父母 久留中人 夫妻无形 儿女不孤 六亲少靠 乃是贤良 纯和之命 丁丑年生1937-1997 五行鼠见下水 湖内之牛 丁丑年出生的人 为人和气 一生都一路无忧 初年财路常在 丸颈有成骨肉 头见女急 持生则好 夫妻和顺 女人往往会忘夫 具有持家贤良之命 丁丁丑年生1949-2009 五行鼠批雷火 兰内之牛 为人口快心直 通文艺 有才能 一路不少 男再娶 儿女再婚 均在有花竹众龄之嫌 后来 夫妻和顺 百年偕老 具晚年发福之命 新丑年生1961-2021 五行鼠必上土 路途之牛 为人心性温和 初年有惊恐之恶 虽有一路财博 进退骨肉少力 丸颈福寿绵长 女具血财妄相之命 鬼丑年生1973 五行鼠桑松木 兰外之牛 为人一路不少 财博早年不惧 一生尊重 不惹是非 父母难医 骨肉少靠 夫妻和顺 儿子健持 女仪过房之命 虎 丙寅年生1926-1986 二零二二 五行鼠炉中火 山林之虎 丙寅年出生的人 往往多学少成 心性不容易不定 口硬心软 身险心直 手足不停 立官尽贵 女人乃是贤良聪慧之命 虎寅年生1938-1998 五行鼠成头土 过山之虎 虎寅年出生的人 为人猛烈 性格喜怒无常 反目无情 早年十分勤俭 离祖发达 聪明伶俐 守其和平 懂得以礼待人 晚年会有良机降临 主有幸福之命 仅寅年生1962-2022 五行鼠金箔金 过林之虎 为人口快心直 有时不藏 男女早婚不移 夫妻行客 儿女见持 初年坐视颠倒 中年晚年财博足用 女人持家 生畜兴旺 据晚年发福之命 甲银年生1974 五行鼠大溪水 立定之虎 为人诚实 一生立官尽贵 家道兴宁 衣食足用 财博多聚 父母有形 男人怕妻 女人管夫 命应三分 切记过纲 耕银年生1950-2010 五行鼠松柏木 出山之虎 为人心性极 有口无心 亦好亦怒 反复无常 衣食丰足 但财务早年好散不惧 婉景丰隆 女人有内住妄象之命 兔 丁卯年生1927-1987 五行鼠炉中火 望月之兔 丁卯年出生的人 为人手足不停 身心不闲 一生一路不缺 性情乖巧 聪明懂事 但做事却经常有始无终 男人是有福之命 女人则天生秉性喜敬 一生安然有幸 吉卯年生1939-1999 五行鼠成头土 山林之兔 吉卯年出生的人 一生一路充盈 自然亦闲 不受人欢 六亲冷淡 骨肉难胃 七曲年长 配偶和和 女人与林相处叫和睦 乃贤达长寿之命 新卯年生1951-2011 五行鼠松柏木 禅哭之兔 为人心直口快 有志气权柄 立官尽贵 身闲心不闲 六亲少靠 自立成家 少年劳碌 晚年大力 女人有操持家庭兴隆之命 鬼卯年生1963-2023 五行鼠金柏金 山林之兔 为人九十不少 福禄有余 胸中化疾 早年财博不惧 多收多支 晚景兴隆 女人中年及晚年聚 只有牺牲利益 方能保持之命 以某年生1975 五行鼠大溪水 得盗之兔 为人稚气宣昂 既谋巧妙 一生尽贵 则百事如意 文武皆通 女人福寿无亏 龙 悟尘年生1928-1988 五行鼠大林木 清温之龙 悟尘年出生的人 喜爱春风 往往可压倒众人 立官尽贵 骨肉行伤 儿女不孤 女人大都温良贤达 略显唠叨 但心事极好 主招好夫之命 庚尘年生1940-25 五行鼠白蜡金 树性之龙 庚尘年出生的人 为人性格和气 劳碌一生 得官尽贵 名利双全 衣食足用 中年十分平顺 晚年则会大兴 女人大都具有勤俭操持之命 庚尘年生1952-2012 五行鼠长流水 行雨之龙 为人劳碌 手足无停时 早年难守 才来才去 不惧财宝 有须无时 晚景发财发福女 有操持旺财之命 庚尘年生1964-2024 五行鼠赴灯火 福坛之龙 为人衣食丰足 一生清闲 早年平平 中年丰厚有余 骨肉六七难靠 对自己所想事业经营 干年间可以发达 庚尘年生1976 五行鼠杀中土 天上之龙 为人聪明伶俐 四海春见 一生一路无穷 身闲辛劳 好交朋友 中年事夜兴隆 晚景才望 女巨贤能命 蛇 即已年生1929-1989 五行鼠大林木 福气之蛇 即已年出生的人 聪明伶俐 有功名之分 夫妻相处和谐 感情良好 做事如意 男人大多喜欢出风头 做事善有计谋 英敏之才 乃是福后之命 女人则一生衣食无忧 待人真诚 新四年生1941-2001 五行鼠白蜡金 东藏之蛇 新四年出生的人 为人十分有计谋 欲试能随机应变 可成大事 一生衣食足用 命中会有贵人扶助 中年和顺 老年则运财发福大 乃有长寿之命 鬼四年生1953-2013 五行鼠长流水 草中之蛇 为人聪明伶俐 彩骨聚而复散 主尽贵人 中年风霜 聚婉景荣华贤良之命 女人聚兴旺相家之命 以四年生1965-2025 五行鼠赴灯火 出洞之蛇 为人气象端正 且喜好春风 只是命带纸被煞 为善不张 救人无功 做工不得好 早年子父行客 晚得安宁 女人有发达 相赴一子之命 丁几年生1977 五行鼠杀中土 堂内之蛇 为人立官尽贵 秉性刚强 不顺人情 兄弟情长 事业显荣 女人容貌美丽 衣食不足 有贤达起家之命 骂 耕武年生1930-1990 五行鼠鹿棒土 堂里之马 耕武年出生的人 没有城府 心执口快 立官尽贵 一生一路风营 男人权柄传家 性性较固执 是受人敬佩之命 女人则荣夫一子 有秀起之命格 人五年生1942-2002 五行鼠杨柳木 君中之马 人五年出生的人 生活勤俭 父母刑伤 灾厄可折 早年即使有才 也难以积聚 顽景尚可 但一定要注意积蓄 以防汉罚 女人大都有兴家贤能之命 甲武年生1954-2014 五行鼠杀中金 云中之马 为人和气 喜好春风 交朋结友 立官尽贵 欲凶不为凶 可逢凶化吉 骨肉少靠 女人口快能言 多出风头 甲武年生1966-2026 五行鼠天河水 行鹿之马 为人清闲 出处财博耗散 一座手艺功夫生意 不利求名 兄弟各自成家 后运发财兴旺 女人又轻其巧妙之命 悟武年生1978 五行鼠天上火 救那只马 为人质高气宽 一生一路自然 容貌端正 性格温良 少年多灾 骨肉有形 女人姐妹少靠 由相夫兴旺之命 羊 新卫年生1931-1991 五行鼠鹿棒土 得鹿之羊 新卫年出生的人 非常有志气 性格宽厚 少年多灾 头见女籍 生男有形 夫妻和顺 女人懂得持家之道 促进家业兴旺 男人则有建家立业 明显富贵之命 鬼魏年生1943-2003 五行鼠羊柳目 群内之羊 鬼魏年出生的人 心直口快 办事利索 虽善救人且不求回报 但却往往因此而招惹是非 最好莫管他人之事 有才无为 才来才快 应重物质 造基础 女人大都是贤德之人 善于持家 万年平安 以五年生1955-2015 五行鼠杀中金 敬重之羊 为人容貌端庄 少年勤于从事 初年平顺 兄弟少靠 子息不孤 利家兴隆 晚年大有才具 女人有持家相夫一子之命 丁末年生1967-2027 五行鼠天河水 失群之羊 为人喜怒不长 一生口舌灵便 名利有份 一路上足 骨肉疏远 子息见迟 女人顽景兴旺 有助夫一子之命 几末年生1979 五行鼠天上火 草野之羊 为人口快舌应 一路自来 虔诚贤达 得贵人所亲近 则财款相望 百事荣昌 强功圣祖 朋友尊重 乃妄向之命 后 人申年生1932-1992 五行鼠剑封金 清秀之侯 人申年出生的人 聪明姓巧 有鸡谋但善辩 何其春风 功名有份 男人招贤德之妻 自性英敏 多受不爱 女人则大多相貌艳丽 具有富贵之命 甲申年生1944 二零零四五行鼠景泉水 过树之侯 为人一路不少 心性温柔 初入压重 初年颠倒 晚年力达 行家风龙 夫妻和顺 儿女建持 女人操持兴旺 有荣禄之命 申申年生1956 二零一六五行鼠山下火 山上之侯 为人衣食足用 交易买卖 利路亨通 生财有道 牛田有份 早年劳碌 晚景兴旺 女人拒持家旺乡 发达之命 申申年生1968 二零二八五行鼠大则土 独立之侯 为人性极 做事反复 一生劳碌辛苦 立官见贵 儿女行商 财博足用 女人贤良小事 具仔细不孤之命 申申年生1980 五行鼠十六目 食果之侯 为人一生手足不停 名行清高 立官尽贵 名凡只被煞 做好不得好 救人无功劳 立志性假 六亲冷淡 女具顽景兴隆之命 鸡 鬼有年生1933 一九九三 五行鼠剑风筋 娄宿之鸡 鬼有年出生的人 心直口快 为人公正 处事公平 一生口便去力 命葬一路 平稳足用 六亲冷淡 为人平和 不贪不娶 晚景时会时运兴旺 女人大都有旺夫兴家历时之命 一有年生1945 二零零五 五行鼠井泉水 五畅之鸡 为人心直口快 志气宣昂 一路足用 福寿双全 兄弟虽有 男未得利 六亲和睦 女人心才绵远 平稳之命 丁有年生1957 二零一七 五行鼠山下火 独立之鸡 为人好春风 多情重恩 立官尽贵 除年劳碌 身贤辛苦 晚景家道兴隆 女人具清秀命格 半夫半才 老岁极昌 即有年生1969 五行鼠大则土 报效之鸡 为人心性聪明 一路有足 六亲难靠 儿女早见 做事如意 百事皆通 凡事宽量 女人计较多变 无灾恶之命 新有年生1981 五行鼠十六目 龙脏之鸡 为人一生伶俐 精神清爽 口舌能辨 高人敬重 财博足用 六亲冷淡 骨肉情书 女人贤德 又操持兴家之命 够 甲虚年生1934 1994 五行鼠山头火 瘦身之狗 甲虚年出生的人 心直口快 经常处于忙碌之中 不全秉至谋 名声远波 福禄有余 女人大都有望夫和生财之命 甲虚年生1946 二零零六 五行鼠屋上土 自眠为狗 为人豪杰和顺 招财得宝 自立家业 前运辛劳 晚年荣华 女人俱血财望向之命 甲虚年生1958 二零一八 五行鼠屏蔽墓 尽山之狗 为人和气 自营自立 早年颠倒 踩骨耗散 晚景得财 一拜师学艺术 方能业力而成功 裁员广进 利路亨通 女人俱养育中平之命 甲虚年生1970 五行鼠拆串金 四贯之狗 为人快活 丑年有灾 立官尽贵 坐势敏捷 百事如意 勤俭立业 福在晚年 只是犯之被杀 救人无功 女举贤能兴旺之命 人虚年生1982 五行鼠大海水 顾家之狗 为人一生好行善事 东来西去不住不停 多劳多管 衣食不缺 贵人提拔 谋事称意 早年平常 晚年兴旺 女性善良 据贤良之命 朱 以亥年生1935 1995 五行鼠山头火 过往之朱 以亥年出生的人 性格温顺 然幼年多灾 父母有形 但并无大害 夫妇和顺 可携手到老 存心中正 中年末岁会彩鼓兴旺 于女友客 应以剑持为好 丁亥年生1947 二零零七 五行鼠屋上土 过山之朱 为人性巧聪明 自立自盈 儿女友行 见运方好 生平好做善事 裁员望向 女人一路平稳 主有天才之命 以亥年生1959 二零一九 五行鼠平地墓 道院之朱 为人巧计伶俐 衣食安稳 骨肉少利 六亲冷淡 儿女早见行客 夫妻和顺 女人清闲 具晚年发达之命 辛亥年生1971 五行鼠拆串金 圈养之朱 为人不惹闲事 百事谋求皆顺 但早年不惧财物 晚景多遇良机 可谓荣华富贵之命 女人据发福利业之命 鬼害生人1983 五行鼠大海水 临下之朱 为人刚直 不顺人情 彩骨不缺 六亲疏远 自立权衡则晚景圣钱 乃兴家 创业之命 女人持家 牲畜兴旺 具福寿绵长之命 感恩你的观看 此闻若有谬误 我皆忏悔 此闻若有功德 普皆回向 愿须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都能离苦的乐 消三丈诸烦恼 得智慧真明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 请您关注佛语 或留下宝贵建议 别忘了把佛语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起见证光明